hello 大家好 宝宝女孩主持产博主又来了 我来吃螺蛳粉 但是现在螺蛳粉里面还有放酸笋 还不臭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推荐的是啥了吗 正经的蜂粉餐 有粥的酸笋 就是吃粉爱好者现在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螺蛳粉就是最近几年也一度卖爆 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螺蛳粉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螺蛳粉里面的酸笋 又臭又香 喜欢的人喜欢的不行 不喜欢的人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酸笋就是给所有的螺蛳粉爱好者 有重磅的推荐 不管是喜欢吃螺蛳粉 还是喜欢吃什么粉 还是喜欢吃什么面 只要喜欢这个酸笋的味道 我都建议大家去买 然后这个酸笋是我平常尝试的一个 叫藤香菊 大家如果买的话买它也行 然后如果就是折折还很好吃 之前吃过的 想尝试一下其他品牌的酸笋 就大家直接搜酸笋就行 关键词 选定了吗 直接搜酸笋就可以 然后出来的呢 帮助你两条包什么包的酸笋 我手里面是1000克的 1000克才12块钱 真的极臭 就是你干啥我看到的 你一定要把它密封好 我得理三口外三口的 再放我冰糖里 但是我家平常吃的呢 它是2.5千克的 2.5千克的是五斤装 25块钱 然后这1000克的呢是12块钱 就是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 我就12分点买个米饭 真的完全过了 能吃好久好久 想继续 插口 但是你一定要插一个小手 就可以 反正的一开口 那酸笋 臭味 立刻就出来了 它什么酸笋 它会有很多胡油在里吃 再也不用出去吃多酸笋 所以人家会给放点酸笋 这100个胡椒 你看一下 够了一个 看我这一块的调出来 这道笋 多笋啊 其实这前你来吃的酸笋也够多 就是好多酸笋 它可能并不是腌制出来的 而是各种化学 添加地压 然后调帅的味道 那种真的不好吃 甚至有点奇怪的那种臭味 这个酸笋 真的是又脆又酸又香 而且你越嚼越多嚼快 那种脆爽的口感 真要呢 你越嚼你那个酸酸的汁 越咯吱咯吱的口感 这一袋真的是说扛吃也扛吃 说过扛吃了 他也不扛吃 大家所想到来说的办法 当咽的时候吃 还可以给它炒着吃 我今天在家就吃了 我一定要感觉厌人天 可以开窗开门 多多的那种时候 给它今天拿水 吃多少拿多少 然后先把那个五花肉 放在锅里嵌锅 就是炒的焦焦的 炒的焦焦的时候呢 把五花肉炒出嘴 然后锅里放 葱花蒜末 然后再把这个蒜末倒进去 煸炒 再把五花肉放进去 然后直接出锅 就连出锅的时候 再撒一点蒜 就算超好吃 除了放五花肉酸蒜 大家可以再放点蒜苔 然后或者是放一点 这种脆菇都可以 煎饼 淡饭 我就说吃取绝了 而且炒完直接吃完 放在罐子里 可以当地炒一下下饭吃 看着就辛苦了 然后再烫 你们两下饭 就着了 冬又烫 在我兄弟猫 冬又烫 接着就烫 我生日快乐 我生日快乐 在我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等待你用